49位青年楷模上台領獎 除了學業成績優異外 品德或才藝都有亮眼的表現 被視為同才的典範 很開心這一次可以獲選為代表基隆市 參加全國優秀青年的表揚 那我這一次是以基隆市體育會拉拉隊委員會來做推薦 那因為我們在去年有得到亞洲賽的 兩個金牌一面銀牌 那這一次很榮幸可以代表基隆市參加表揚 那我相信基隆還是有很多優秀的青年 在不同的領域上努力 那未來也希望有更多優秀的青年可以來加入我們 然後希望我們可以繼續的回饋基隆 我是中山高中的委員代表高中委 然後在這一次活動中我單選了青酬委員跟優秀青年 因為在校成績優異 然後有獲得這個獎項 然後我希望在未來如果有這方面的活動的話 我也可以繼續參加 因為在活動中的話我們有參加一些公益活動 它是幫助賭南社區的國小 然後又有做一些募款的活動 然後捐獻給弱斯青年 表演大會現場貴賓雲集 多位議員 校長到場給予祝福 議長同子委鼓勵青年們共同攜手 逐出的夢想 主辦單位救國團金融市團委會主任委員鄭錦舟 非常關心青年的發展 鼓勵青年朋友們勇敢築夢 讓台灣擁有更好的未來 青年是我們國家未來主人風 而且我們都經過 我們金融市很多報名 包括很多社會的 包括我們的金錦銷海行 都有優秀青年 希望我們這個活動 來帶動我們青年多多來參與我們社會公益 也非常謝謝我們祝國團 主辦事跟我們祝國團所有的夥伴的努力 更謝謝我們所有我們的青年 主辦活動 希望我們大會成功 更為未來主公公公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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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花樣藍圖逐夢幸福為主 祝福青年朋友們勇敢前進 發揮個人優勢 攜手共逐夢想蠻圖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